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是小学三年班认识的 我们就在同一班里面 当时其实我已经喜欢了她 就是暗恋她的 其实她很细心的 她不会把自己的东西放在第一位线 她会先想起身边的东西 从小开始喜欢我到现在 所以她真的很专一 她在求婚那一天 我知道她准备了很多东西 她迟了很久才去做这个动作 我也想跟你说一声对不起 但是我知道她迟是因为她想做足准备 她送这份礼物给我 希望我可以给你很幸福 希望她一直这么疼我 我也相信她是一个好老公 我答应你以后会多疼你 也会拖着你的手去世界不同的地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